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六部我不講場》 又開始了 我是余榮陽 身邊都有鄭重輝 宇成 你好 輝哥 你好 大家好 這集講的話題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那個話題延續上次講晚清的四大名神 講了一集曾國凡 今集講他的徒弟 他的徒弟就是李鴻章 但由於李鴻章的資料 我覺得以我所知的是四個晚清的名神 他是最多的 我都不知道怎麼濃縮 十幾二十分鐘講完 有機會我們講多一集都沒所謂 首先我喜歡講和澳門的關聯 以前在石燕子時期都講過 我是認識他的 李鴻章的孫女 我見過好幾次 都是因為我任職銀行 她的孫女來銀行辦理一些業務 有些人告訴我 這位就是李鴻章的孫女 他也是大塊頭的 大見的 他是北方人的肯定 因為他的爺爺是在安徽省出生的 北方人很高 李鴻章高一米八十的 跟那些洋人站在一起 不會執書的 又講了 他有一件事跟澳門有關的 就是孫中山想見他 這些我們慢慢在今集都可以講的 所以我是喜歡 由跟澳門有關聯的說起 李鴻章是一個十分富爭議性的人 我們讀書時 所受到的文字上 書本上的灌輸 他都不是一個正面人物 因為鋪鋪也好像 俗語說他是背鑊鬼 後期叫他賣國賊 是 背鑊鬼 有幾個字 一定跟歷史上寫得他有關 你在附近看見那些文字 喪權欲國 是的 是不是真的喪權欲國呢 一定是喪權欲國的 但是是不是他有力去阻止呢 他不能阻止 他不能阻止 他只是執行 執行 執行那種喪權欲國 執行任務 我們都不要太過以功過倫英雄 但是這一位的 在我們想提及這四大晚清明神當中 他的資料是最多 最豐富 拍劇集 起碼要拍五十套 也有他的劇集 起碼要拍五十套 因為他真的 第一個 他在位長 他在位幾乎半個世紀 他長命 他幾乎80歲 他應該有七十八 七十七十八 還有一個 他出身 一出身 真是贏在喜飽善 因為他的出身 因為他的父親 李文安 是和曾國凡 是同一屆 進入去官府做事的 所以另外一個問題 他真是在背份 他除了曾國凡的門生之外 是海港的世襲 而且他本人 你剛才也說到他 清朝時有一米八的 棄與軒昂 你不要看他 北方是很多人 其實他屬於是終端的 安徽省當時 即是淮商 他比我們是白 比我們是白 即是北對邊疆 是的 這樣的說話 他來講 因為我們看到的 都是李鴻章的很老的 或者畫像 或者相片 可能他年輕的時候 有些相片我們未見過 但因為我去過合肥 所以合肥人是怎樣有印象 所以李鴻章 他一直 一入到 一盡盡時間 收彩舉人都不說 因為這些不是官職來的 但一去到盡時 已經在韓臨院做 韓臨院就是一個顧問 其實現在叫顧問 政府頭頭的顧問 他那時候已經 因為又是認識的 我不相信他 他爹 是沒有跟曾國凡打過招呼 我不相信的 他本身也是讀書 或者策略 思想 都是不錯的 他讀書 當年輕的時候 比曾國凡厲害 曾國凡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進去做秀才 是十幾歲 其實都類似的 大家進去受罪 但是 他可能沒有曾國凡肥老那麼多次 所以我相信 他在讀書方面是厲害的 仕途都很順利 一直也是十級而上 而且得到最高領導 誰稱他 最高領導的幕裕就是慈禧 慈禧想認識他 因為他是文神的武將 這件事在清朝當時 因為奇人 八旗子弟 他們是背上民族 馬背上民族 所以他們對於 漢人的文化 是很欣賞的 但是他們覺得漢人 不能打的 打的就不用被打敗 所以漢人那方面 如果出到 又文又德 武又德 他們認為這個人是可用之材 你講到這裏 有段時間演繹 上一次曾國凡我講了 將他定性是甚麼 李鴻章 就是政治家 又是軍事家 還有外交家 還有實業家 很多名銜 我想大家講李鴻章 最多就是他的外交 他的外交 因為中國在他之前 我們當然有外交官 當然有 不會沒有 但是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 當時交通通了 第二個原因 因為交通通了 很多國家來拜訪我們 講拜訪 其實就不是禮貌式的拜訪 是直接 不要聽來講 最低限度是經濟侵略 最低限度 但是有些真正的拜訪 我們當年的最高領導 就不見他 皇帝不見 例如江水不見他 就給大臣見他 而且都有一些規定 要那些洋人 行一個季拜禮 後來有些不肯 也有些肯 就是半季拜 在這裏當然 這個取媚性的問題 不是我們今天所要的 都不緊 主要的是 其實李鴻章 他懂得多少種外文 這個不需要答案 只不過是一個疑問 因為他不需要 懂很多外文 他專注於做他的管治方面 你形容外交是撒家 有些就給了他一個叫法 這些就是台灣 因為他將一些歷史的趣味化 他叫他做外交達人 達人大家知道是英文 Telon的譯音 即是外交家 我們看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 周恩來做總理的時候 也是兼任外交部長 李鴻章也是 他有一個職涵是總理大臣 但他有很多職涵做過 有些說他是不是宰相 當時又沒有宰相這個徵法 總理大臣是真正官方的字眼 他兼做了外交 因為我們不能夠很詳細地去說 我們不妨用一點點唇舌 說一下他的外交 好嗎 他由於長袖羨慕 兼是處理國家和外務 很多方面的事情 有些是國家的內務 兼是外務 所以有時要展開外訪 他曾經去過很多國家 歐、美、日 他曾經去過 其中我們特別說美 他曾經去訪問美國 那次行程連續訪問幾個國家 用了大概一百九十日 多長 當年交通不發達 是用船 而船也很慢 美國是在紐約的碼頭上岸 而當地響了十九響禮炮 來迎接他 然後他坐馬車 當他去到 原來萬人空巷 有五十萬人想看 這是來自清國重要人物的皇帝 叫風采 因為叫皇帝 很多誤傳 當年的新聞 不像我們現在 有電台 甚至上網 有些說他穿這個 我們叫皇馬掛 但人家說這些是皇帝才穿的 其實李鴻章外訪 我現在都很佩服他 老人家 其實以往坐船 一個多兩個月很閒地 以他七十高齡的人 以前賣豬仔 老實說 當然賣豬仔 豬仔慘 和他的環境不同 船裡的環境 賣豬仔幾乎等於澳門 屈蛇到香港 但是說真的 頻頻出差出房 他都能夠活到七八十歲 都算他老人家的身體好 去美國的時候 都已經是七十三左右 而我都值得要提一件事 他帶了一班的廚師 去到美國 特別做菜給他吃 其中有一道出名的 就是魚翅 西方覺得很奇怪 當時還沒有環保 說這些不能吃 而那些廚師解釋 這件事西方是不要的 就算捉到一個大的魚 包括鯊魚 魚翅 你們是不要的 而我們將它做成 美點皆餓 高級菜 可以是皆餓 可以是美點 美點可以做點心 流傳到現在有魚翅餃 另一種東西是很普通的 但是美國人認為好吃 就叫做雜碎 最多加多個字 就炒雜碎 有些演繹叫做 李鴻章雜碎 這個我也想講幾筆 就是當年原來這個送菜 不是李鴻章去美國才有 一早有 不巧他也有這一味 而在美國的華僑 一早有做的 聽說的源頭 是來自廣東省的台山 雜碎是一些肉絲 肉絲包括有兩種肉絲 或者兩樣有 或者是其他一樣 是豬 或者是雞 肉絲 其他 蠟蠟蠟蠟 好像人家說 炒三絲 它有很多種絲 所以叫做雜碎 比如筍絲 某些菜的絲 紅蘿蔔絲 幾樣東西 李鴻章處於一個非常亂世 我講一講一件事 其實我們中國 是跟我們鄰近的國家 那個爭議是最多 或者是被人侵略 可以很老實講 又有內斂呢 現在李鴻章的時代 其實他剛剛是曾國藩的商軍 平定了太平天國 其實李鴻章是接手的 但是搞定了太平天國之後 接著有兩個國家 對我們國家的騷擾和侵略 是很嚴重的 也有商軍的話 不能不講懷軍 所以我說 你二十分鐘教我 你怎樣都講完 我們都是走馬 甚至太平天國 你講一集都講不完 我們是走馬看李鴻章 好 你請繼續 盡量給你講 因為當時的沙俄 因為我們的角度很大 不論在新疆 或者在蒙古 甚至乎東三省 解釋一下 有些年輕的觀眾 沙俄有很多叫法 沙王俄國 或者有些叫做俄羅斯沙王國 不同的中文的葉法 沙俄我們現在清楚一點說 就是現在俄羅斯 當然 面積土地有些不同 不是完全 但是我們可以作為一個代表 這兩個 還有一個是日本 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有歷史來講 是源自於明朝 都不是清朝那麼簡單 所以李鴻章 我們為什麼叫做北洋艦隊 因為這兩個國家 都在我們中國的北邊 尤其是在日本 我再講多一點 韓國 即現在的南韓 北韓 是統一 叫朝鮮 叫朝鮮 都是我們中國當時的繁淑國 你講到艦隊已經是後期 強化了些 最初成立的叫做水師 水師當然有管 有它的軍隊 軍隊 它用的交通工具就是艦隻 這樣就是我們第一次 和日本有大的衝突 就是在韓國爭奪韓國的屬權 你韓國其實就依屬於中國 它未必是依屬於日本 但是日本憑著它當時的地理 和它的軍事 因為它剛剛也是明治維新的期間 他們就侵佔了韓國 所以李鴻章和日本的戰爭 我們叫做甲午戰爭 就是源自於韓國 你一講甲午戰爭 又可以講很多集 所以真的講不完 我們在這裡講講 講一些比較 我不覺得有趣 不過特別一點的事 就是甲午戰爭簽馬關條約的時候 李鴻章就專門去了日本 他去了日本 講這個條約 最初就不是在日本簽的 就是指定動作 去了日本之後 發生一件事情很嚴重的 當時李鴻章談了三次的會議 其中一次的會議 當他在這個路途當中 被一個日本的狼人 還用手槍射殺他 這個手槍是中了李鴻章的 直接在面珠燈那裡 在面珠燈那裡穿過去 其實真的很危險 所以這裏令到李鴻章 在日本要接受治療 你說到馬關條約 提一點點 如果沒有馬關條約 可能沒有今時今日 兩岸這種問題 當時也要將台灣 給了日本去管治 還有原本想簽 遼東半島 即遼寧等等 東三省那邊 東三省 割給日本 後來談不完 所以當時沒有割到 留了一些首尾 日本在馬關條約 割了澎湖列島 其實所謂澎湖列島 最初是說澎湖 李鴻章就說 割澎湖給你 沒什麼所謂 但是台灣不割得給你 伊藤博文 大家都聽過 日本一個很著名的首相 伊藤博文 他是同年代的 伊藤博文 跟李鴻章兩個交鋒 伊藤博文 恐嚇李鴻章說 我拿了澎湖 我一駐軍就會打台灣 你就算你現在不割給我 我都會打他 所以 惡於很多種的情況之下 李鴻章就將 在馬關條約 其中一個條款 將台灣割給日本 統治了50年 你說我們當年的資訊 多麼不發達 雖然全世界都沒有網絡 但別人的科技很發達 而且別人的通訊 流動性很強 比如說亞洲的國家 有什麼發生 歐洲的英法德 掌握到所有資訊 所以日本在當年 軍事已經很強 它已經動了這個念頭 將來都要繼續去打中國 幾十年後 結果就發動了 是吧 講到這裡 我們剛剛講完 是日本 希徒 他想我們講一講 關於李鴻章外訪的事情 我也想講講 李鴻章外訪最輝煌的國家 當然是美國 當時世界上 像孫中山 有個粵語的支持 都說是頂級的強國 有些人 去到美國 我先前講了一部分 在紐約上岸 然後坐馬車 去到一間酒店 很威水 現在仍然存在 那間酒店 進去就要坐升降機 那間叫海薩酒店 它有個譯名 是道夫酒店 這間酒店現在仍然存在 不過級數不同 李鴻章進去坐升降機 覺得奇怪 為甚麼要帶他進去小房子 有些記錄說 他當時破口大罵 但這個誇張了 沒有破口大罵 所以我們在這裏 都有講幾個版本 他去到美國 亦都很受歡迎 剛才說過 五十萬人甲道歡迎 這個很重要的了 再說 他是見美國的總統 我剛才都講過 當時的總統 很多現代的年輕人不知道 就是克里蘭夫 接見他也很高的規格 是視他作為清國最高的元首 因為當時 其實真正執政的就是慈禧 但他不是說出到面 而出到面 為甚麼呢 皇帝沒有力量 皇帝沒有能 所以 實質上 是李鴻章 搞定內外的事 我們說回美國 我不要說了 留給輝哥說 我講歐洲那邊 因為李鴻章去歐洲 去了很多個國家 其中 我們時間有限 我們可能留下一輯 但是 講這一節 我就想講 先講完晚清 其他名神 我想講 當時他去到德國 他見到兩個人 都是世界歷史上 到今日都很多人認識 他都有這個錯 是的 一次世界大戰 這兩個人物 都是主要的人 一個叫做Bismark 鐵血首相 所以我說 李鴻章也被稱 東方Bismark Bismark 另外一位 就是威廉二世 這個當時 就是 德國普魯斯的皇帝 一個是普魯斯的首相 他見到這兩個人 都一起拍照 李鴻章對卑斯默非常欣賞 因為人家叫做 東方 這個鐵血首相 他一定要讚人 不是自己差 他基本上都有 在書本上 在一些傳說上認識 這個人 Bismark 比他大幾年 所以他都作為一個 大家都是長者 長者更加尊重 更加長者 他去到德國的感覺 非常之好 德國人對他非常非常之 禮代和尊敬 但是 一談到生意的時候 那些人 原來他感覺到 你對我這麼好 又怎樣又怎樣 又上崩的禮遇 一談到生意 談不成 這個一定 這樣就跟著 那些對待 禮代有所求 但未必成 就不同了 即是很現實 他覺得 我剛才才見到你的首相 剛才見到你的皇帝 我和你那幫商家在那裡談 談談就談 當然商家後面 我說德國都是政府的 這些不用說 所以 李鴻章自此 你覺得一樣 就是 若國無外交 別人來和你談的說話 原來 只是為了他的利益 剛才說他在美國 見到高樓大廈 又見到有不同的居水馬路 回到他和慈禧都說 列強他真是很繁榮 而中國是用貧藥去形容 我們再不去迎頭趕上 就沒有了 沒有的意思就是亡 所以後來 李鴻的 即是他去外訪不同國家 他有買一些軍備 軍備包括羊槍 你看到清朝獨立史 清軍最後都有持有長槍 長槍不是那些英槍的槍 真正是火槍 火槍 火槍 另外 我們有買別人的軍艦 中國買軍艦也買不少 在這裏 我時間都夠了 在這裏值得一提 當時在甲午戰爭 我們的軍力 當時是世界排位第八 但沒用 但日本排行第十一 我們比它高幾位 我們是這樣的 我們不只講軍力 這件事很重要 等於有多少個兵 是否一定會贏 不是的 我們的兵法不行 雖然古代又有孫子兵法 又有計謀 我三十六計 但是由清朝 雍正一路下來 越玩越縮 後來是不行的 以至後來的軍備 差別人輸整條街 怎可以呢 我們都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李鴻昌外訪 其實看到很多列強的強項 所以導致 後來列強邁到我們家門口 已經心脅了 其實心脅了 你未去過 你不知外國人是怎樣的 我回頭看 我十幾歲的時候 讀歷史 應該是十二三歲 我回想到今天 我當年有個想法不優質 我想 為何外國的海軍 打到我們那裡 我們這麼快要投降 補給也不行 我當年這麼小都會想 我覺得清朝的主事人 是不是太差勁 今時今日 我覺得我的想法是對的 補給也不行 你咬下去你會輸 但是衝衝忙忙 又說要投降 那怎麼辦 你咬下去 我想去尾 然後交給你 一開頭 先前說到跟澳門有關 孫中山先生 在澳門大概1894年左右 上去見李鴻章 那個叫尚書李鴻章 歷史都有記載 寫了一篇 大概八千字 都挺長的 給李鴻章 想見他 有套電視劇很出名的 《走向共和》 你都一定聽過 起碼不看過 聽過 其中有一幕 就是孫中山先生 和李鴻章對話 一個 當年已經71歲 孫中山先生28歲 有些說真的見過 電視劇一招出來 有些說根本沒有見過 而我傾向沒有見過 而有關那個文件 還留在上海的博物館 即是那封信件的玄銜 有些說李鴻章 他怎麼會見你的年輕人 究竟有沒有見過 我都希望有識之事 告訴我們 我認為沒有見過 也有很多說法 說沒有見過 但走向共和 他的團隊當然比我厲害 我敢說比輝哥厲害 但他又說見過 很多戲劇的元素 大家都無從稽巧 但他不同一般戲劇 他是史實式的紀錄片 如果真的有見過的話 如果假設真的有見過的話 我覺得孫中山先生是認真大膽 因為隨時有他就沒有回 隨時 所以我們有識之事的觀眾 告訴我們 有這件事的實際存在 還是不存在 一集說不完 都給你一點時間 埋下尾 做個伏線 我們明天再說 我希望 明天我們有些事情 就好像一個紀錄片 至少我們沒有即時的短片 可以像Podcast 用聲音來講一個故事 現在交給輝哥 我覺得李鴻湘這個人 一定是一個能人 而且他有一個愛國之心 最低限度 這個愛國的情操 我想由他年少得到盡視 一路跟著曾國凡 一路南征北戰 跟著去外國接觸 那麼多事情 很多人認為他賣國 賣國一定是有債務 要看 因為他說他簽約賣了 那些東西出去 還有他那些人說 有些人說他 收了外國人的好處 這件事 我不知道真還是假 這些不需要去再怎樣 但是我覺得有幾件事 尤其是有一點 我真的值得說一說 當時李鴻章和英國 簽各樣香港的時候 我們不知道有沒有說過 你說過年期 是的 英國堅持要100年 李鴻章就說99年 我相信當時英國也知道 100和99的影響不同 當然當時簽的就是99年 其實網上這樣說 沒有一個必然說 100年是永久的 你如果是強的 就算簽了200年都可以打回來 因為英國人當年就會看 我告訴你 你今天也簽給我 你給我管99年 你那一年 我很容易拖著拖著 100年等於 所以這個 是一個大家很吊詭的 我覺得這個只有一個講義 根本在事實上 條約中是說 有一部分 香港九龍 新界有一部分 是永久割讓的 後來都連租的地方 一起給回 我們叫做回歸 永久割讓就是講到 新界和九龍那裏 就是哄一下、握一下、逼一下 就是得回來的 這集就講到這裏 好嗎? 下一集更精彩 因為會講到 有左宗棠和李鴻章 兩個有關聯的 即是新疆的戰役 更精彩 好啊